好了,很欢迎大家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我们现在讲孔子的人格精神 这个孔子的人格精神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人格精神 我们尝试用的方式是怎样呢? 之前说过,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孔子的精神 就是很多时候用一个西方式的哲学家的方式 讲他几点的哲学思想,或者讲他对社会的影响 文化思想的影响等等 这样的方式不是很足够 我们看回以前古人都是用一个崇敬之心来赞叹孔子 不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好像又不太习惯 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不同的人格精神的对比方式 来对照出孔子的人格精神 所以我们之前就讲过一些不同的一些 我们都会崇敬的一些人格精神 比如,我们会讲过一些学问家、事业家 讲过一些天才、英雄、豪杰 他们的人格精神都是很受一般世人所敬佩的 你都讲过一些宗教形态的圣言 这个也是很受我们一般人所敬佩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讲孔子的人格精神 之前我们讲过孔子的人格精神 其实就是能够肯定这些人的精神 这些人格精神,这些在世上 人世上、世俗上 这个我们很尊敬、很敬佩的人格精神 孔子都会对他们加以肯定 之前提过有时有一些所谓超越形态的一些圣言 可能他们会对一切世上人、世上的市民、世上的学问、事业 金钱成就对他们会认为浮云太虚 未必会加以肯定 他们很想消尽世界的精彩归向无限 但是孔子这种这样的形态 就不会将这一切世间的精彩都视为浮云太虚 而是对一切人生、文化、事业都会加以承认、加以肯定 对一切的事业、学问、财情 值得敬佩的、有价值的、有真性情的 都不会抹杀、都会加以尊重、加以肯定 我们上次讲到这一样 孔子自己有一种这样的超越的精神 在孔子来说 他的说话或者他的事迹里面 我们怎样见到这一点的精神 我们现在可以举一些例子 看看孔子是否真的有这种精神 我们可以在他的说话里面 在论语或者他的经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精神是怎样的 譬如这个论语 《公野场》里面曾经讲过 子路就这样讲 子路就说 原文子之志 子路就说 我想听一下老师说你的志向是怎样的 孔子怎么回答呢 孔子就说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即是孔子和这个弟子说自己的志愿 他说 我想老人家得到这个安乐 朋友合与信任 少年人得到关怀 就是这样的 那这里我们看到他的志愿 是不离开这个世界的 是和这个世界的人是相关的 希望这个世界的人 无论是这个老者少者 都得到一些安乐的生活 是不离开这个世人的 所以这一种就是一种 慈悲的精神 所谓的这个 另外我们看媒子篇 媒子篇里面有讲到 子路已告 父子 母言弱 尿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诗人之徒 而谁语 天下有道 幽不语亦言 那这里就是讲 子路 这个 他见过这个 杰力长聚的隐者 一些隐士 子路曾经去拜见过一些隐日之士 这些隐日之士 就劝子路 你不要跟孔子 隐日之士 就认为 滔滔天下 大乱 这个大乱的天下 改变 你们改变不了 不如你跟我们 去隐居 避世 做隐士 好过 子路拜见完这些隐士 之后 回来跟孔子讲 孔子就叹息 无言叹息 他就说 这个 就认为 他们不明白自己 这些隐士 不明白我 所谓 尿兽不可与同群 的意思 就好像人和尿兽 不可以同群 即是他们不明白我 这个 孔子的意思 不非私人之徒 而谁语 即是 如果我不和世人 在一起 谁和他们在一起呢 如果天下又到 我又怎会 想改变它呢 正正是因为天下没有到 所以我才要走出来 去改变它 正正是因为这些世人在 所以我们才要和他们在一起 在这里呢 我们就见到 孔子的精神 就是有这种 所谓大慈大悲的精神 这个 孔子 子汉篇里面曾经说过 孔子这样说 三军可以奪税也 匹夫不可奪智也 即是孔子认为 可以奪去三军的主税 但是我个人的指向 就不能够逼我改变 这个 那 那献文篇里面呢 有讲到 这个 子路属于石门 神门药 是子 子路药 智孔氏 若 智其 智其 不可 而为之 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就是 这个 子路 就见到 这个 神门老人 这个神门老人 又是一个忍者 这个 神门老人 就和这个子路说 认为孔子 是个 智其 不可而为之的人 这些忍事 固然 你未必 认同他们的 隐日 那个 行为 但是 他又 识见 他知道 这个孔子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是一个这样的人 是一个 明知行不通 都去做些的人 可见 这个 孔子在这里 其实是表现出一种 这个 面对着这个 亂世 而 愿意 去 世人 一起 来到去 改变这个 亂世 这个 这种 就是一种 之前所说过的 豪杰精神 一种豪杰精神 这个 好了 那我们 又看看 这个 献文篇里面 曾经有说过 这个 这样说 这个 子路曾经说过 曾经这样 问 孔子 他说 援公杀公子狗 照忽死之 管仲不死 若未仁虎 就是 子路的问题 就问这个 孔子 就说 这个齐援公 杀死公子狗 这个 这样 照忽 就跟随公子狗 就死 但是 这个管仲 就没有跟随公子狗死 这样 这样 是不是呢 说这个管仲 未够人呢 不是一个人者呢 这样 这样 这个背景 就是因为 这个 呃 齐援公 他未曾 做这个 齐王之前 就跟这个 公子狗 其实是两兄弟 就是欠这个 齐王 那个王位 这个 那管仲 和赵佛 就帮公子狗 但是 后来 这个公子狗 就输了 这样 就由这个 齐援公 就做了这个 齐王 这样 公子狗 就死了 赵佛 这个很忠心 跟随公子狗 就死了 但是这个管仲呢 不止没有跟随这个 赵佛 这个 殊 殊 而死 没有 没有跟随公子狗 死 而且 而且呢 还走去 转头 就帮 齐援公 做了齐援公 的 丞相 帮齐援公 治理天下 这样 这样 那是否管仲 这个不死 他这个做法 我们可不可以说他 不是一个人者呢 那孔子怎么回答呢 孔子看管仲的看法 就不是看他死不死 孔子的看法呢 就认为 援公 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 也 如其人 就是 这个 孔子就觉得这个 援公 他能够 九合诸侯 九合诸侯 即是九次 结合这个诸侯 和诸侯结盟 不以兵车 即是不需要动用这个战争 不需要动用到打仗 不需要动用到这个武力 能够令到天下平定 天下安定 这个就是管仲之力 这个是管仲的功劳 所以呢 就认为管仲在这里 如其人 如其人 在这里说 管仲是一个人者 那孔子问一下 这个 问一下孔子 管仲非人者愿 援公杀公子 够不能死有相知 这样 那孔子曾经 曾经都有问一个类似的问题 就是管仲是否一个人者 援公杀公子 救子 管仲不死 就去做他的丞相 这样 这个孔子的答法 就是管仲上援公 霸珠侯一康天下 闻到于今授其次 微管仲 不其批法阻任意 喜若匹匹之位 量也 自经于沟洞而莫知之也 就是管仲 帮齐援公 清霸天下 霸珠侯 能够结合珠侯一康天下 令到天下 安定下来 闻到于今授其次 人民到当时来说 都受到管仲的恩惠 认为管仲 帮助援公 能够令到天下安定 人民一直受到他的慈福 如果没有管仲 孔子认为 当时中原的人 已经好像野蛮人那样 披法 依襟向左边开 因为中原人原本是触法的 依襟向右开 即是说 如果没有管仲 可能已经被 中原以外的野蛮民族 所统治了 所以 孔子认为管仲 就是一个 即是我们 是一个人者 认为管仲是一个人者 所以我们不能像普通人 只是趋于小节 来看这个管仲 即是如果管仲 好像一般人 趋于小节 在山沟里面 自杀而死不为人知 那么我们 现在可能 真的变了野蛮人 所以 孔子 看管仲 其实 他佩服管仲 一个保存 华夏民族的工业 他在这方面来看他 在这方面来推送他 孔子看他这方面的优点 所以孔子其实是推送管仲 这种 英雄精神 所以其实呢 孔子是懂得欣赏 这个英雄的精神 所以这个 孔子的精神里面 也都包含了这种 英雄精神 肯定这个英雄精神 在里面的 这个 另外 孔子有说 孔子有说 生而知之者 尚也 学而知之者 次之 困而学之 尤其次也 困而不学 民思为下矣 这句话 是讲学习的 孔子 就认为 一些人 生而知之者 天生就很容易明白 这些人 最优秀 尚也 最好是这样 这些天生出来 很聪明 很容易明白 一些事物的 这些其实是属于天才的人物 这个是最好的 尚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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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质上讲 这个是最尚成的人 这个 学而知之者 次 学而知之者 就是这个 要努力学习 才明白的 那些人 就是其次了 这个 孔子 讲到这个 学习 就是讲这个 学而知之者 次之 困而学之者 有其次 这个 努力学习 才明白的人 是其次 遇到困难 才学习的 又其次 遇到困难 仍然都不肯学的 就是最下等 这个 就是孔子 的 讨论 这个 学习的时候 的人 的说法 这个 孔子 有一个优先次序 最好的 就是那些 天生 明白的 那些 就是 才质上最好的 天才式的人物 不用努力的 很容易 就很明白 已经学习得很好 第二类 第二类 就是要努力学习的 第三类 就是 他要遇到困难 才肯去学 不过他都肯去学 最不好 就是遇到困难 都不肯学 那些是最不好的 那孔子 认为他自己是什么人呢 他就认为自己 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估 民而求之者也 那孔子认为他自己 就不是一个 第一类 那些天才式的人物 不是一个 生而知之者 就是他不是一个 天生就是一些 很优秀 很聪明的人物 不认为自己 天生就是 明白 很明同意 明白很聪明的人 他只不过 是一个好古的人 好古 就是很喜欢故事 他喜欢研究这个 这个礼制 勉力去追求 这个 这个 礼的知识 去努力学习的人 这样 那由这句话 其实我们可以见到 就是 孔子其实是 很肯定一些 天生聪明的天才 所以呢 其实孔子是 很能够肯定一些 天才人物的精神 对于天才的精神 其实孔子 能够加以肯定 之前说过 天才是我们一般人 所诚敬的人物 天才的人格 所以 天才精神 也都可以说是 包含在孔子精神之内 另外 我们看述儿篇 述儿篇里面 有讲到 孔子说 三人行必有我思言 摘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就认为 三个人同行 一定有我值得效法学习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学 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做到这个 选择其中善的地方来学习 这个 不好的 我们就要改 这样 这种 这种态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一种 学者的精神 学者的精神 这个 就是一个 学者也是一些 我们很 崇敬的人格精神 这个 这样 孔子的精神里面 也都包括了这种 学者的精神 在其他地方 我们都见到的 例如 这个 相传孔子曾经 问礼于老子 问观于谈子 问乐于长宏 又学琴 这个 在诗阳那里学琴 这个 就是曾经 相传孔子 就是 这个 这个 向不同的 专门的 的 的 老师 这个 学习 即是孔子自己本身 这个 应该都懂很多东西的 但是这个 他都会 向 对于不同的 方面的知识 请教不同的专家 这样 这个会是 因为 在韩语的思说里面 曾经这样引述过 孔子 思 谭子 长宏 思 让老担 谭子 之徒 奇言不及孔子 孔子 若三人行 則必有我思 有些这样的说法 有些这样的说法 这个 这个 所谓 谭子 其实就是 春秋时期 谭国的 获君 在左传的记载里面 就说孔子曾经向他请教关于这些官名的事 所以 所谓 文官于谭子 这个 那 长宏 就是周敬王时期的大夫 孔子家瑜 里面 曾经记载孔子 向他请教这个音乐方面的问题 这个 这个 施扬是老国的乐观 孔子世家里面 也记载过孔子 曾经跟他学琴 这个 老担 即是老子 事记里面 也有记载过曾经说孔子向他问例 这样 所以我们见到 这个 孔子这叫 是一种 学者的精神 孔子里面有一种学者的精神 好了 除此之外 另外 在左传里面 也有记载过 这个 关于 这些资产 资产的看法 这个 这样 在左传超公二十年里面 就说这个 郑国大夫资产 他的看法 就认为 唯有得者 能以欢 服民其次 莫如猛 即是说这个 这个资产 就觉得 这个 怎样对待人民 最好的呢 就是 有得者 这个有得行的人 为政的方法 最好就是 以欢 服民 即是说 用宽大的方法 来对待人民 这个是最好的 其次 莫如猛 这个 用一些严厉的政策 是其次的 这个 孔子 知道子产是这样的人 所以 孔子 就很欣赏 这个子产 所以 这个 及子产出 仲尼文之 出 是若故之为爱也 即是说 这个子产死了 孔子 指导 就认为 这个子产是故之为爱 即是认为 子产外人民 有古人的遗风 所以这个孔子 为了子产的死 而感到悲伤 就表示孔子 是很尊重这些事业家 这个 子产可谓一个 政治上的一些事业家 这个 一个很爱人民的一个事业家 这样这个孔子 就是 为了子产的死 而感到悲伤 正正表示 这个孔子 是很尊重这些事业家 肯定这个事业家的精神 肯定这个事业家的精神 这样 这样 孔子 另外还有一些 其他的精神 比如这个 豪杰的精神 这样 这样 这个 我们可以看这个子汉篇 这个子汉篇里面 讲到 子位于康 文王寄末 文不在之乎 天知张丧 斯文也 后死者 不得于斯文也 天知美丧斯文也 康人其余如何 这里的讲法 就是子位于康的意思 就是说 孔子在康国那里被人围困 孔子在康国那里被人围困 他就说 文王寄末 文不在之乎 周文王死了 这个周代的文制 周代的文化 在哪里呢 周代的文化精神在哪里呢 就在我这里 意思就是说 不是在我这里 所以说 天知张丧 斯文也 后死者 不得于斯文也 如果 天 要令周文 沦丧 的话 我就 不会被我掌握到 周代的文化 这个 天知美丧 斯文也 康人其余如何 如果天 并不是想要轮丧周文的话 康国的人 又可以对我怎样呢 我们这里看到 孔子 以这个 继承周文 继承周代文化 而自居的 这个 他认为自己 是要秉承起周代的文化精神 要为这个 这个 周文 重新建立这个周文 而努力 这里 表示出孔子 有一种 对历史文化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 是一种 使命感 这个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种 宗教人格精神的 一种使命感 所以 这里 我们看到 也有一种 宗教人格精神 另外 在公野长篇里面 就说到 道不行 成浮 浮于海 从我者 其右鱼 那 子佬 听了 觉得 很开心 孔子赞自己 孔子就说 由也好用过我 无所取材 那这句意思 就是说 孔子曾经这样说 道不行 成后浮于海 即是如果天道 不能够在这个世上运行的话 我就坐这个木筏 去这个海里面 走了去了 这个 这个 我宁愿坐木筏 这个 这个 去海里面 这个 这个 这样 这个 我想 到时 这个 跟我坐木筏 出海的 恐怕 只有子佬 这样 他这样说的时候 子佬听了 觉得很高兴 不过 其实 跟着孔子就说 子佬 当然是很忠心 但是这个 他其实太过好勇 他这个好勇 超过了孔子 他认为这一点 是不可取的 就是顺便说一下这个 子佬的优点和缺点 这样 不过 这里我们看到孔子说的这种 道不行 就成后浮于海 这种这样的说法 就有点像屈原 屈原 屈原就是 勸戒楚怀王 楚怀王就不听 结果 屈原自沉于明罗江 屈原的行为 就代表了一种 这个 豪杰精神 所以我们看到孔子这种 道不行 就成沸浮于海 这种这样的说法 就是有一种豪杰精神在里面 这个 另外就是这个 左转里面 也有记载到这个所谓 隔谷之会 这个 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 都有记载 这个 话说这个齐景公 就以为这个老定公 会用这个孔子 这样 用孔子 就会对齐国有危险 于是就相约 在这个甲谷那里相会 即是结盟 这样孔子 跟随这个 这个老定公去 这个 在甲谷那里 齐景公 就起了个高台 在台上行一个相见的礼 齐国的官员就说 他说 请奏四方之乐 齐景公 就同意 于是 就有些手持刀枪劍击的人 出场 这样 孔子就立即按照这个礼 而快步走上去 在台阶上说 两国结盟 你为何要演奏那些疑敌的音乐呢 这样 他们不肯退 但是这个齐景公 心里面惭愧 就叫他们下来 这样 这里 就根据杨伯俊的考据 就认为这个孔子世家记载 其实有些失误的 不过 就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件事 根据左转的记载 齐景公 就安排了一些疑敌的人 率兵 其实是预备攻击老定公 这个 孔子就安排定公 退出去 跟着就这个 跟这个 讲了 跟这个齐景公讲了一番道理 那 就是认为这个 这些 拿着这些刀枪劍击的人 这些这样的人 带兵上来 就是没有礼 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礼 不过 是未必定定齐景公的意思的 这样 齐景公 听到心中有愧 就叫这些人退回来 事实上 怎样我们都很难考究 这个 不过 甲谷之回 我们由此见到 所谓这个 波缺云鬼 险象横生 孔子面对着这些危急的情况 都能够据理力争以礼服人 将这个 结盟的事 主动权仍然都握在手里面 能够以弱性强 这个 所以这里 就是说孔子的精神 有点像 敬恶 孔子的表现有点像 敬恶 一种豪杰精神 这个 所以这里 如果见到 这个 孔子有点 不同的 精神 这个 即是孔子 能够 对这些 不同人格的精神 都能够加以肯定 所以我们 见到孔子的精神 是能够肯定很多 不同种类 之前所说过的 我们能够敬佩的人格精神 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再继续介绍孔子的其他的内容 多谢大家